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说春芽这个季节 夏天在香港特别多牛胚 尤其是狗只做膝和牛胚的预防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牛胚热在香港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疾病 如果一只狗狗不幸中了牛胚热 它有机会贫血 输血和有性命危险 这些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如果太多疾病的话 就算是鼻塞咬 也会有机会严重的贫血 有机会引起皮肤的病发症 会痒痒 皮肤溃烂 所以牛胚热在夏天非常常见 一定要做预防 还有什么可以普遍夏天的病 很多时候皮肤病都会在春夏交界发生 皮肤病 猫狗那些都很常见的 有很多原因引起来 那些都要尽量清洁 做回好 通常我们见到夏天 猫狗的本身 经常见到不舒服 是会见到什么症状 症状来说 如果你说夏天皮肤病 其实都很容易看到的 你看到牠的勾痕 那些刺素 常常想勾痕 或者磨牆 有些种症状 就是在黑肥腹地下 那些都可以告诉我 一只动物都是很痕痕的情况 如果差异的情况 就是皮肤溃烂 有伤口 那些 这些皮肤问题 如果说牛鼻热的话 最大 最常见的病症 是不吃东西 恐吓 发烧 那些 如果有这个情况 持续不吃东西 那些需要尽快去 带他去看医生 要驗血,或者DNA,PCR,才能看到有否俗牛鼻热